北部防疫旅馆不断爆发群聚农历年节又将近 台中市上井发条 加强收入量能和防疫安全 台中市副市长陈子敬率对视察防疫有落实 也邀及感染管制专家实地访视辅导查核 针对穿脱隔离和出入动线等都相当要求 是否也将组成联合查核小组不定时抽查 每一个步骤有没有确实有没有漏洞 那第二个我们会以为是OK 台中市副市长率领管理局以及卫生局等人员 这一天前邦中区视察防疫旅馆的相关作业 因农历春节国人返乡的检疫需求 台中市政府委积极美和旅馆来成立居家检疫替代所 而目前总计有47家 总房间数有2993间 收住的量能充足 从7月份以后到年底 前半年就是之前的这个去年的7月到12月底 我们一共增加了13家的这个旅馆改成 居家检疫替代所 房间数也增加了831间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台中的旅家检疫替代所 还没有发现重大缺失 每个月都会做这个 一个联合机查 那么去年一年我们就做了430家次 来做这个 能够确保我们入住的人的这个 他们的安全 本来是像环境消毒的部分 那本来是可能两三个小时一次 但是我们现在都是变成一个小时一次 那只要有客人经过的地方 然后或是走到 我们一定都是每个小时会去做 漂白水的清洁跟消毒 然后避免病毒的残留 师傅强调 随着纯洁逼进 有关旅局 卫生局等当会组成的联合茶盒小组 将持续不定期的击茶 并且辅导追踪 让国人顺利的返乡过年 这里将台中采访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